来源 央视新闻客户端 原标题 以色列称接近消灭哈马斯 国际社会谴责以军轰炸加沙学校 当地时间9月12日 以色列总理顾问德米特里·根德尔曼表示 以色列部队接近完全消灭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政治和武装力量 同一天 以军只任前一天在加沙地带中部一所学校的死者中有9名哈马斯成员 国际社会谴责以军空袭这所学校 根德尔曼12日在社交媒体平台X写道 以色列接近完成以军在加沙地带军事行动的一个目标 即消灭哈马斯的军事和政治力量 数以千计武装人员已被消灭 数十公里地道被摧毁 以色列国防军控制了拉法口岸检查站和费城走廊 根德尔曼表示 以军消灭了哈马斯的拉法旅和汉尤尼斯旅 将继续军事行动直至带回一方遭扣押人员 在军事上打败哈马斯更接近遭扣押人员获释的目标 以军11日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受容流离失所者的贾乌尼学校 致使至少18人死亡 这所学校由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运营 这一援助机构当天证实六名工作人员在空袭中死亡 否认贾乌尼学校被哈马斯利用 强调校舍用于收容流离失所者 以军12日说 贾乌尼学校的死者中有9人是哈马斯武装人员 其中3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假扮成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人员 法新社援引乙军发言人纳达夫 绍沙尼的话说 乙军调查发现相当数量的死者是哈马斯恐怖分子 乙军坚称多次要求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死亡工作人员名单 近东救济工程处发言人朱立叶 图玛12日否认乙军说法 表示不清楚乙方提过这样的要求 这一机构每年向乙方提供一份工作人员名单 哈马斯方面暂时没有回应乙方说法 11日的空袭是甲乌尼学校在本伦巴以冲突爆发后遭遇的第五次袭击 也是近东救济工程处连员伤亡最惨重的一次袭击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斯特凡纳迪亚里克说 本伦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近东救济工程处累计有220名工作人员遇难 以军行动高致国际社会谴责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说 以军这次空袭完全不可接受 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赛普·伯雷利说 空袭致死平民令人气愤 以军行为表明 以方不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基本原则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说 人道主义设施需要得到保护 美方一直与以色列交涉这一问题 埃及强烈谴责以军空袭 导致平民和援救机构工作人员死亡 埃及外交部在声明中说 以军行动公然违反国际法 导致加沙局势恶化 以方应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并承担责任 本身因这一部分剧福的成纪 这一部分剧的成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